教室内,小树蛙与狐狸猫正在聊天 狐狸猫说,它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小树蛙好奇地问,是什么问题呢? 不妨说来听听吧 狐狸猫说自己最近在追一部电视剧 刚好演到火灾的场景 剧中主角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救火 看到这一幕,狐狸猫就在想 这是不是代表二氧化碳可以扑灭所有的火灾呢? 小树蛙推了推眼镜说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做一个燃烧实验吧 实验后你就会知道了 狐狸猫听到后,高兴地表示赞成 首先,为了要确认二氧化碳究竟能不能将火熄灭 小树蛙先用打火机点燃现箱 并将点燃的现箱放入装有二氧化碳的广口瓶中 实验结果发现 原本燃烧旺盛的现箱 在装有二氧化碳的广口瓶中快速熄灭 这也验证了二氧化碳确实可以灭火 接着,小树蛙拿了一些金属煤袋 将煤袋用酒精灯点燃 并放入装有二氧化碳及少量水的广口瓶中 狐狸猫发现 煤袋竟然没有像现箱那样快速熄灭 反而是继续燃烧了一下子才熄灭呢 小树蛙说 依照煤袋燃烧实验的结果 煤在二氧化碳中是可以继续燃烧的 因此,未来在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前 一定要注意起火原因是什么 并不是所有的火灾都适合用二氧化碳灭火器哦 接着,小树蛙问狐狸猫 知不知道刚才的煤袋燃烧实验是发生了哪种反应呢 狐狸猫认真的想了想 它觉得可能是氧化反应 因为在前一堂课 它学到燃烧是一种氧化反应 小树蛙称赞狐狸猫回答得很棒 但是刚才的实验除了氧化反应之外 其实还有还原反应哦 小树蛙请狐狸猫再仔细观察刚才实验的广口屏 在内屏壁上 可以发现有一些小小的黑点 这些黑点是二氧化碳燃烧后产生的碳 也就是还原反应的产物 听完小树蛙的话 狐狸猫疑惑地问 还原反应 那是什么啊 我还是不太明白 小树蛙接着解释 在上一堂课中 我们学习到所谓的氧化反应 是指物质与氧结合的反应 像是木炭燃烧 铁钉生锈等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氧化反应 在刚才的铁带燃烧实验中 铁燃烧后形成白色的氧化铁 这个与氧结合的过程 我们可以称为氧化反应 而二氧化碳在反应之后变成黑色的碳 这个失去氧的过程 我们可以称为还原反应 简单来说 氧化反应就是物质得到氧 而还原反应则是物质失去氧 解释完后 小树蛙请狐狸猫 试着在黑板上 写下刚才实验的化学反应式 狐狸猫首先在黑板写下 铁跟二氧化碳两个反应物 接着写下氧化铁跟碳 这两个生成物 观察黑板上的化学反应式 可以发现 铁与氧结合后 会形成氧化镁 这就是氧化反应 而二氧化碳在过程中 会失去氧 形成碳 则属于还原反应 小树蛙拍拍手 称赞狐狸猫 刚才在黑板写下正确的反应式 这时 狐狸猫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当发生氧化反应时 必定会同时发生还原反应吧 小树蛙称赞狐狸猫学得真快 而且逻辑也很清楚呢 但是狐狸猫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刚才在观察 煤带燃烧实验时 发现广口瓶中会加一些水 这是为什么呢 小树蛙解释 这是因为煤在燃烧的过程中 会释放大量的光与热 如果没有装一些水 在广口瓶内的话 会让瓶内温度剧烈地上升 这样很容易发生爆炸 非常的危险哦 狐狸猫将进去 今天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 物质与氧结合形成氧化物 称为氧化反应 氧化物失去氧 称为还原反应 氧化与还原必定同时相伴发生 这种涉及氧得失的化学反应 称为氧化还原反应 煤带燃烧实验中 煤与二氧化碳中的氧反应 形成氧化煤 为氧化反应 而二氧化碳失去氧 则为还原反应 最后 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 由于自然界中的金属 多以化合物形式存在 因此 人们会利用氧化与还原的原理 来提炼金属 这个过程称为冶炼 想一想 除了冶炼之外 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氧化还原的应用呢